你問我知不知他們在做什麼 我只知道他們好像在暈 今時今日坐牢都要趕特急 就算碰多碌碌和執授 2017年6月4日 黎智英在維園六四站會上 涉嫌刑事恐嚇東方傳媒機構記者 去年9月3日 西九龍法院判黎智英一項刑事恐嚇罪名不成立 高院今日駁回律政司上訴 維持罪名不成立 有評論認為 裁決對東方傳媒機構和那位記者不公道 說得沒錯 但影響恐怕不止那麼少 就是這樣 案發當日 黎智英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在維園梁廷出席完六四祈禱會後 黎某突然走向一個在場採訪的東方南記者 以右手指著記者臉 再出現恐嚇 什麼你老母 我一定會找人搞什麼 我拍什麼你的照片 是不說有沒有人影衰天主 反正今年5月 才爆出過有消息指 有元老級教士 頻頻到監獄探訪大漢奸 但據悉所談的 並不是趕快懺悔等的宗教內容 而是懷疑幫在囚人士通風報信 包括談及612人道支援基金 怎樣籌款 完全偏離宗教意義 可以說是品神都沒有句真 既然有沒有人借天主過招 消費天主 信的都不care 不說 那又可以怎樣 但是黎智英一方在原審時提出 實會找人搞X你 拍X了你照 意思可以包括申請禁制令 報警找律師 哈哈哈哈 申請禁制令 報警要有照片才行 沒有照片就申請不到 也不報警 不是阿凡 律師要點左上才懂得做事搞事 那些失明律師挺炸鬥 好心漢奸藉口 找個make sense 不然 律師事務所從今開始 怕且要改個貼切點的名字 叫做律師XX無所 真歸黎智英還膽敢自稱斯文人 失驚無神衝上正常採訪的記者前面 指口督鼻狂噴口水 擺明就有失斯文 還要一出口就連番操言 現在斯文人的門檻 你也不是說不低嗎? 還是有人其實漏了個剔手邊? 沒有人知道將來有沒有人會拿這件事作為參考 大事斯文一番 我一定會找人搞你 待會叫個樓面幫你撿撿桌子 我拍了你的照片 散直來photo booth有得拿 到時全香港都很斯文 不變老美街頭都難 六年前有人在九龍公園連環爆粗 我食煙關你什麼X事? 你個臭X 被控一項再由落場地內使用淫蝕性言語 以致令人繁擾罪、罪成 若今日之後至爆粗 說不是一元都不用分 可以全身而退 不過正如很多評論說齋 都要看他是不是漢奸走狗? 有沒有保護傘照著自得? 看回黎智英涉嫌刑事恐嚇東方傳媒的救濟者案 由案發當日起計拖足三年 才肯起訴 律政司處理一宗全程有相 有片佐證的案件 都竟然是這樣的效率 就連上訴都拖到last minute至入稟高院 律政司什麼事? 會不會是律政司入面有黃人混雜其中 串錯下被告名、夾錯下文件 從細節裡著墨大玩變相放生的把戲? 何況今個月初至有消息說 一個超過二十年經驗的外聘大狀 在裁判法院檢控期間 手機鈴聲突然響起 播的竟然是港獨歌 我們不是間中玩 我們整天玩 不是因為沒有事做 是因為我們喜歡玩 但刑期和之前已經判決的三宗非法集結案 一共判囚 二十個月的刑期同時執行 換言之 有判等於沒有判 本來應該坐牢二十plus個月 現在維持二十個月 市民秘政司長說的不偏不矣 難聽些 還是黎智英 什麼你老母什麼 斯文些 好了 大家對於今集節目內容有什麼看法 是Like 搞錯 定性發生 投票 告訴我們 Objection CD你Object些什麼 我反對KG 教廠的冷氣感動 下次也不用指望 我幫他彩排